台湖贝比嘉对上海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网上一下子冒出很多各种各样的游言 从全国各地生出来的 简直是太生气了 有这么多坏人把很多过去的图片翻出来 造谣是贝比嘉造成的 比方说高达 这个高达的图片显示的 其实是他在建设时候的状况 而造谣者说高达被18米高的 高达被男腰折断 这个谣言真的是太过分了 而有的拿着莲花河畔岛的房子 说这是台风吹的 把台湾的地震造成的房屋倒塌 也说这是台风贝比嘉造成的 这就一点没脑子的 而且这些新闻都是很有名的新闻 为什么就愿意造这些谣呢 目前辟谣平台已经辟谣了 像在Lalaport的高达并没有被男腰折断 而更多的这些建筑物都 好好的迎接受了台风的洗礼 抗击住了这个超级台风的影响 暂时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